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不喝拿鐵 今天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比較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款貓咪大戰爭 到底有多麼的戰爭呢,我們來玩玩看就知道了 好,現在看到卡通風格是蠻CUE的 有點像手繪的風格 來看他到底玩什麼 他剛剛開始有一個敘述什麼2017年什麼肉肉的那個,我就把它按掉了 喔,台灣,是從台灣開始 戰鬥開始,這麼快 攻陷低層,喔,他是左邊往右邊打的風格 是塔狼遊戲 所以呢,現在錢開始跑了 喔,有一隻,這是貓嗎? 這不是貓 這是貓 我感覺長得很奇怪,這狗啊 然後呢,生產,然後他在正中決鬥就是 等一下 喔,我知道了啦 我們右邊,右邊是我們的貓咪的城堡 左邊是狗 所以是貓咪大戰吧 這都貓咪大戰耶 哇,貓咪跟狗在互咬 可是其實他們是用空氣對戰耶 你根本就沒有碰到對方啊 等一下,現在是生產,我怎麼又出來 是他變強嗎? 哇,一隻貓可以跟到三隻狗耶 喔,一直升他等級 現在又在升他等級 啊,他死掉了 再繼續 只是用貓咪大戰應該是 應該是貓狗大戰啦 貓咪炮發射 喔,好 再發射貓咪炮 哇,貓咪炮比較厲害 貓咪炮是關速耶 不是大炮耶 應該叫貓咪光速吧 這名字是覺得怪怪的 因為你就是 還是他翻譯發射怪怪的 我剛剛看他發 我以為他會從這個 貓咪的嘴巴發出來就不是 他是直接發光速炮 這是大炮嗎? 飛彈呢? 喔,等著右邊這個 右下的要擠滿以後 他就發射 貓咪大炮 可是我看是公速啦 公速炮 升天耶 一隻狗升天耶 為什麼貓咪的城堡那麼可愛 然後 狗的卻是長的 就是很普通的城堡 只是貓咪這可愛嗎? 如果是女孩子看到 會覺得會喜歡這貓咪嗎? 雖然現在很喜歡 就是有一點插畫風啊 可是貓咪這 不太像貓耶 他腳發在貓咪打發 好好發射發射 我以為他怎麼打得近 打超近的耶 他只能打到他 就是大概一半的距離而已 好,我還期待後面有什麼奇怪的 其他種類的貓 第一關嘛對不對 就是基本的貓都出來了 現在已經轉成一直線了 他已經重疊在一起了 你看不出來幾隻貓了 我自己都看不出來 總之就是我們的貓已經在一排了,然後狗出來就被虐了這樣子 然後他一千跟四百八,這個就是他,應該是他的血吧 我們一顆死了,有一隻那一顆死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哪一隻,因為全部都站在一起 等級八,欸?可以選擇哪一隻嗎?沒有欸,不然選擇哪一隻 就我發現貓咪大炮了,可是只能打到這裡啊 啊這什麼貓咪大炮啊?贏了 好,第一關,很簡單的鳳...啊?保護箭是鳳梨酥 這貓也不能吃吧? 好,很好,第一關過了 道具商店警告 好,我們來看他的道具商店有什麼東西 他這個應該是日本設計的吧?因為還蠻日風的 今天的張,貓罐頭 對,這個貓咪可以吃 咖啡 哇,真的貓在騎腳踏車 這封測要做什麼?等一下可以看看 先手印銘刀 這是特金的吧? 對對對,這是特金的 先不要理他 好,他有什麼道具 道具商,加9,速度加9 然後,今天也是一千 所以...我能買什麼 他這是購買嗎? 這不一樣 他這個是一次只用一個 可能他是只用一個 土豪貓 土豪貓幹嘛呢? 工作狂貓 大概增加1.5倍 這個是不是只能夠一場能用一次呢? 因為我現在貓罐頭30 不夠買 所以可能要等下一回合 好,我們看看他要我升級要升級什麼 升級 基本的角色吧 拼腳算沒拿到 然後密攻擊砲升級 需要一千 X XP的那個... 射程變遠 我覺得射程變得還不錯耶 充電 這個先不要用好 我們先來看第二關 因為如果現在點錯的話 有可能等一下後面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我覺得現在應該好像心理最基本好了 對 再來... 先過來看一下 他有什麼其他公文 搞物清單 這樣好像只有得到什麼呢? 鳳梨書 屁啦,這是鳳梨書 啊,這是一星球吧 是喔,只有七顆龍珠 七顆龍珠以後會... 會入神龍嗎? 蛤? 蛤? 會獲得什麼? 大幅提升 好 看來還是直接開始 通常第一關結束後 就沒什麼東西了 那這個就直接對電腦的嗎 好,這樣都開始了 喔,剛剛沒按到 剛剛點錯誤 好,開始了 好,開始了 直鎖 香港 首先要對香港是嗎? 來看我們香港腳 台灣 首先要對香港 喔,真的耶 它是香港風格的耶 香港風格的... 城堡 啊靠 哇,那升級 卻...一隻貓亂得出來 就好像升級了 那是海籍 那是對香港的狗 對不對 我覺得它這只有城堡換 要換至少也換後面的場景 啊 等一下 為什麼要貓咪... 貓咪泡了 因為... 還有蛇耶 撐著啊 小貓... 啊... 啊... 小貓... 小貓咪要死了一隻 哇... 這關也太難了吧 這關... 敵人太強了吧 果然是第二關 第二關 要故意把貓咪... 好,可以用絕招了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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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不死耶 這麼強 現在就是一邊要把兵推過去以後呢 再把等級升高 左下角有個升等級的這個 所以現在我就是一邊升場貓咪 然後一邊... 存錢 然後要看貓咪泡續集夠不夠快 因為這樣貓咪升職場以後 才不會被他們推回來 目前我看他這個... 這個玩法應該是這樣子的 盡量把貓咪推過去他們... 的城堡 然後呢 一邊升著兵 升兵出來擋 然後再來就是... 一直加等級 剩一隻了 我先來第二隻好了 他之後潛會加速 因為這樣有一個... 什麼... 我可以賣... 幾星球那個... 鳳梨星那個... 那個... 可以用貓咪泡耶 我先都不用用 因為他那邊過來了 然後靠近一點 我現在可以先來... 升等級 因為我現在有一次貓咪泡可以用 請君入望 這招數 來... 靠過來一點... 靠過來一點... 好... 就現在 好可以喔...少射啊 對... 這是我的策略 等級最高了 好... 我的貓咪已經升到等級8了 MAX 目前... 看起來是... 8是最高 他要怎麼推過去 反正現在就一直升貓就好了 好... 等一下要看... 我覺得應該就是會一陣...一陣線 一個... 重疊的狀態的貓咪 好... 好... 我們越越越過去了 這是狂暗就對了 喔... 打他們家 對...主要在打他們家啦 最後被打爆了 這是那個... 蠻...湯圓貓之類的 他要做這樣 他現在有...他都要有蛇耶 所以... 等於...後面的關卡 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其他... 其他動物... 之類的...角色會出來 把他從內走的 好了... 現在就他們不用打假的狀況了 好...贏了 對... 打火全勝 什麼...普通的龜銀膏 什麼... 那些東西到底要做什麼 剛剛拿到鳳梨書一下 然後... 龜銀膏 好...現在有... 罐頭還是只有30塊而已 蛤... 母儀 他可以黏你耶 XP... XP... 我看一下喔 不要可以升什麼 新角色需要多少 新角色還沒出來啊 取得角色 喔...有了 坦克貓 我剛剛應該沒有點到喔 因為他已經出來了 只剩下你要再點一次 把他叫出來 攻擊力增加 基本貓 我目前應該是不用加吧 錢包 我覺得錢包很重要 錢包增加的話 這速度才會快 才能夠... 趁你招... 招換 為什麼... IH會發生什麼事啊 一隻角色 神... 這什麼啊 戰鬥中要困難的時候 可以發揮神的力量 好... 這個如果等一下錢夠的話 我們才看到神是什麼角色啊 他叫神這角色耶 好... 這不是貓咪大戰爭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 可能... 感覺上比較像貓狗大戰 可是貓狗大戰 可能比較不適合 對... 光芒 光芒在把... 影稱改... 貓咪大戰爭 可能比較吸引女生吧 好... 第二關打哪裡 打泰國 這隻... 靠這個貓咪 稱霸全世界就對了 好... 來吧 等我看我的坦克貓強不強 剛剛... 造化一隻坦克貓 一開始先找一隻 一隻貓去擋一下 然後來升級 先把等於先升到... 啪... 就對了 然後我們來召喚一隻坦克貓看看 現在來講應該是很安全的 坦克貓應該就是... 坦克貓應該就是... 坦克貓應該蠻高的 不明思議吧 我們試試看 這樣不要... ㄟ... 這坦克貓不能加等級 不行... 好... 坦克貓過去吧 過去擋吧 再看一看 好... 比較高的貓吧 這多坦克... 我們來看看 哇... 有啊... 擋比較久喔 可是... 他不知道... 他血多少... 因為... 他隨時會掛對不對 掛了... 好,我先把敵人引過來以後 我再召喚一隻坦克貓 好啦啦,坦克貓賞 因為他這個貓咪泡沒有使用次數 滿的就可以發射 好,就用坦克貓全面擋 然後我先把我們基本貓對不對 先把他升到8 這樣的話後面就不用 就可以直接推他 哇,他這個城堡真的是一個泰國風格的城堡 好像蠻強的啊 他一直都可以擋很久了 他攻擊比較慢 比較慢一點我覺得 大家看他是不是比較慢 其實差不多啦,節奏是差不多的 說慢也沒有慢到哪裡去 差一級了 快過來啊 我坦克貓是不會被打 打飛的 現在看 他們這個是會把我們的 被打飛 來,快過來 我等著放貓咪泡 來吧,坦克貓出來擋一下 好,他們過線了,過線了 發射到 我剛才講的坦克炮耶 發射 貓咪泡 根本就貓咪攻速 攻速 砲 攻速砲 我們講雷射槍嗎 不知道他這種翻譯 好,現在可以狂召喚這小貓咪了 那這個有50塊 只要等下滿就可以充了 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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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啊 坦克貓一隻幫忙擋 然後 貓咪狂充對不對 他目前對方 他們就是電腦的角色還是沒有增加什麼新的角色 還是狗跟蛇 不需要坎克貓了 全部就是 基本貓 衝對不對 基本貓大軍 他不知道可以生產多少隻 剛剛安安應該有八隻了吧 一二三 要幾隻 剩錢多少可以再生產坎克貓了 就是 錢增加速度 對 對啦 因為我剛剛有點升級 錢是比較快 所以 如果大家可以給大家一個建議是 玩這種塔嗎 就是 他的 續集任何的那種錢啊 或是什麼人量之類的 都一定要先 選擇讓他先加 只要換你產兵塊 你才不容易被推掉 對,過了 Good 過了1600的經驗值 欸 這樣很快就可以 可以買到神喔 好 我等一下來春錢 春錢買神一下 還差一點點錢 欸,他這不知道可以打前面的關卡 等一下看一下 老星小隻戰鬥貓 應該是拿斧頭的 所以我現在對那個 對那個神那個角色比較有興趣 我們就直接一開始第三關 然後 春錢 欸 剛剛第1關 第3關 剛剛從台灣 喔 不知道 他其實 應該我們不是台灣嗎 應該是從台灣出發 要打哪裡 中國了 好,來吧 GO 他現在 投你到中國來了 好吧 你來試試看 等一下 然後神 到底是什麼角色呢 我也蠻期待 神這個角色 該不會是人類吧 他這關不知道會出現一些新的敵人 應該 剛剛會有新的敵人 出現 這隻坦克的貓出來一下 他前陣子有加比較快 好,坦克的貓死之前應該就可以讓我這個貓咪泡去幾滿 然後呢 他們過來然後還炸他們 咦 我現在覺得現在就蠻強的 我好像打不上去吃了 他們越來越多吃了 來吧 過來吧 推過來吧 我們有貓咪泡等著你們 來來來來 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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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放貓咪泡 炮精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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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坦克的貓先出現 好 貓咪泡 喔 不錯 我的貓咪泡現在攻擊力算是還蠻強的 對押第四關 喔 這什麼鬼 小人物出現了 小人出現了 這什麼工人嗎 我看看 好小的人喔 我看他攻擊很快耶 一次三隻 攻擊蠻快的 我先觀察一下 這蠻強的喔 他擋得住 好 先看兩隻出來好了 擋一下 這小人很強耶 打得死他們嗎 我現在五隻要留一百塊 因為這樣子的話等一下 看不出來就死掉 喔完了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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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夠錢嗎 夠錢嗎 先發生了 貓咪貓再說了 我敢炸不死他們耶 太誇張了啦 你知道這關用戰鬥貓了嗎 這被打到這邊來耶 而且還打不死他的小人 打不死他的小人耶 太誇張了啦 這小人太強了吧 哇 哇 不如你才推過去耶 這個小人的攻擊力很強耶 這個小人的攻擊力很強耶 強到有點誇張了 下一個又倚量去對方拚了 下一個又倚量去對方拚了 好狠狠 這個貓咪現在已經八級了 這樣子他們要推過來就比較困難 這樣推過來我還有貓咪泡可以使用 喔 這是他們的造型 這個長城的造型 其實我剛剛很專心來看這個數字 中國長城 這就算蠻用心的啊 只是 基本上要換你換你背景吧 你換個城堡 這是比較省時間沒錯啦 好 看來這關也沒問題耶 好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召喚我們的神啦 你的神到底是什麼角色呢 他這個過關卡 就得到了 XP 欸 XP還蠻高的 還蠻多的 好 他的城快到了 神秘角色即將登場 請千萬不要找他 神娘應該會 我應該騰個雲吧 對不對 像那個 下面海招 旁邊那個雷神 他是愛妮爾嗎 好 過了 OK 一千九 OK 購買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了 去購買一個神 神愛角色 因為神的話呢 是要兩千的 XP 我們講XP好了 XP 來吧 召喚神 XP 他這已經偏離了什麼 哇 取他 嗚 有了 然後呢 他什麼角色嗎 欸 所以我這樣就有了嗎 就我神這角色嗎 好 那我們看有沒有錢 申請戰鬥貓 喔 最後 喔 原來金角色不用花錢 我剛才直接交他出來了 好 我眼殘沒看到 一千七呢 可以買什麼 看看 要幫他升級嗎 他升級哪一根 很極了 先升級基本 摄程 充電 喔 他升級一下好了 是能快的話 我才不會換那些筷子 那 錢高 工作 工作 效率 這什麼 有X角色 這應該剛剛那個吧 神那個 好 我們開始吧 來看他神到底是什麼角色 直接開始 直接開始 中國 在中國他打哪裡 他可能快就破關了嗎 可是國家錢還蠻多的啊 三百個國家 三千五名家 蒙古 哇 看他在中國這邊要 要打很多了 好 神是什麼角色 喔 神在這邊 真的假的 好 等下我們按按看 是隨時可以按嗎 我們等下 等下再按好了 現在先不要按 這神太好恐怖喔 這是神嗎 感覺上有點像是 為什麼我覺得距離變近呢 是我錯覺嗎 蒙古跟我的距離是變近的 欸 怎麼那麼近 那不是比較遠嗎 好 沒關係我們就擠多一點 把我們的神可以幫忙 這神是在偷窺 一個嗎 這還蠻像頭髮在旋轉 好 好 準備放貓咪炮了 我先兜車面前 好 貓咪炮來 戰鬥貓來了 我看戰鬥貓強不強 他在升級 貓咪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 其他角色會不會一起升級 應該是會吧 應該是沒別人 啊 喬一下 貓咪到瞬間就要掛了 貓咪貓感覺上比較擋不住 他在後退 哇 瞬間就死了 這貓咪貓不強啊 哇 還是小人出來了 小人感覺蠻強 為什麼我們不能召喚小人啊 我們來試試看 神來了 神來了 蛤 什麼鬼 出事的神 需要讓神 需要貓罐頭 他這麼麻煩 是要課金的啊 是要課金的啊 哦 是這根本是要課金的嗎 這不是神 這是詐騙集團嗎 什麼鬼啦 神啊 我懂得搞了 他這個設定呢 就是你要貨 你要輸的時候呢 你用現金是萬能的 用現金是萬能的 用現金是萬能的方式 他家幫你把錢加要買 變成就是 瞬間右上角錢都買了 什麼啊 什麼啊 金錢是萬能的啊 這也不是神 神要幫忙 啊 他還真好 聖劍過關 這邊 好 等一下 阿這什麼叫我 我要再試一下 他沒辦法花錢 還是拉你花錢 蛤弊神保 全部體力 將臉躲回敵城附近 貓咬得三倍 哦,好好好,大家都看完了吧 好,沒關係 當你不想要輸的時候呢,你就按下去吧 用神的力量,金錢萬能,課金無敵 是這個意思嗎? 好,沒關係,我們今天先把 看可不可以把五隻角色召喚出來 換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剛剛換一件後悔點到什麼呢? 現在只是一個,我去光幫他引導 所以引導你要去點那個 哎呀,我就按那個,因為我被他發呆 我以為神會很厲害 這是可以每一場可以用一次兩隻幹嘛的 感覺是沒有很好 沒有新角色 好,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剛剛沒有看後面,是什麼 統帥力是那種嗎? 會提高闖關子手續的統帥 經驗值增加 哦,經驗值是錢吧 你們剛剛沒打電子負責金錢 快速增長 加大工作狂貓錢 我看一下喔 目前 攻擊紅色敵人 紅色敵人什麼意思? 體力很強的那種盾 攻擊跟洛氣差不多 範圍攻擊 紅色敵人什麼? 這樣紅色敵人嗎? 好啦,我們先看他生什麼 我看一下喔 這個好了 工作狂貓 工作狂貓 工作狂貓是哪一個? 工作狂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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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你再說好了 貓咪靠我覺得還好 生產速度增加 好,我來試試看吧 現在統帥力到底什麼用 要再打哪一 蒙古打完 火差一看 打南京嗎? 盆果 還跳中 統帥力真的見了 100 哦 統帥 莫非是 統帥是什麼? 減10 哦 統帥就是 增加你打回合數 應該是吧 好 這個臭神 我現在又遇到 不想到他在這邊 是一個課金角色 讓你在上面 一直看著他這樣 所以各位來 花錢喔 花錢打戰喔 韓國 多高麗菜 出現了 欸? 高麗原生嗎? 高麗菜嗎? 欸不對 是大白菜 大白菜 大白菜 我覺得現在最好用應該是這個吧 坦這個角色 很好擋 好,就多吃人坦就坦好了 坦還擋久了 等他小人出來之前要趕快把 把那個等級定高 不然打不贏 可是滿期待第四隻角色是什麼的 戰鬥帽我覺得有點失望 應該很強 這小人還沒出現 欸這關就比較遠 沒有 那個蒙古那關的距離 聽到爆欸 放危機 他剛剛說是放危機 就是把人家打遠一點 就是 坦這隻貓 來了 小人來了 可是紅色我沒看到啊 紅色角色是什麼 來,等你過來啦 超小人 人竟然比貓咪還小隻 我覺得戰鬥貓咪很強 可是戰鬥帽可以直接把他打遠一點 可是沒有啊 沒有打遠一點 好,現在三隻角色一起打 努力工作完了 工作狂貓的效率是這意思嗎 效率 是抵抗力嗎 好 最高等級了 可以開始衝了 這關最高等級以後 小隻的貓就蠻強的啊 我怎麼貓的沒死 好像活比較久一點 那狂生產的基本這隻就很強 因為以量自勝 我發現他剛剛說以量自勝 他也不是說打一下就死了 就是至少要一直坦幫我擋一下 所以我現在的邏輯就是呢 就是譬如說三隻小隻飛隻大隻的 但是 就是一定要坦就幫我擋一下 不然可能會死 好,情況滿了 可以亂加了 其實推這遠 這距離遠 有好有壞 如果我說今天對方很強的話 距離遠的話 對我來講是比較優勢 這對方比較不強的話 會打很久 這關是不是很特別遠啊 我覺得很特別遠 全都要爆啦 他們現在有三種角色 我們有三種角色 所以等一下我們第四種出來的時候 神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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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一個商業角色 來吧 摧毀他們的城堡吧 給我高利人生 給我高利人生啊 好,過關 這是經驗者兩千五 真的拿到泡菜 新角色 好 新角色是什麼 揭曉新角色是什麼 噢 新角色來了 長得有點奇怪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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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力攻擊 遠攻的 遠攻的 遠攻的不錯 大家都沒有遠攻的 這表示一件事 對方的 對方的 應該也增加是遠攻的角色 統帥力都幹嘛的啊 不知道 還會特別行 又有新的 不要再是客金 不要再是客金角色喔 噢 人者貓耶 五十一個半 真的不一樣 不夠 啊 算 放棄這個人真好 應該是設備標價 現在我看一下 每次他有電子或有金錢 電子不錯啊 電子越高 就這樣講 應該是得到XP更多吧 錢啊 錢啊 錢 我看 我就是要開始以後 可能會敵人會衝你走過來 所以他加上側 加上那個 拉近 現在不小心 其實不用打得遠 只要人家進來以後 有坦克帽可以幫我打 好 導航韓國 讓我猜一看檔案 應該是 應該是來 義大利之類的吧 噢 日本啊 我忘記了 他繞一圈耶 我 我才撿十六 闖關 我會打嗎 他們看我會打 好 開始吧 日本 給他一機 靠近一點 這關距離也蠻遠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噁心貓 厲不厲害 看有多噁心 要有多噁心就多噁心 好像趕快這裡 他等一下 等一下 現在的策略就是呢 只要不要太靠近城堡都還好 他打死敵人會加錢 加多少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有嗎 有加錢嗎 我感覺沒有加錢 可以用發射貓咪炮了 等他靠近一點 等他靠近一點 把他留個一百塊 靠過來一點 沒有一隻 等他一走過來 這不會馬上吃掉吧 喔可以發射 Good 欸又不用快嗎 糟了糟了 我剛好在挖岸 他打我們了 從來你們 把他幹掉 好 我們等一下準備找到噁心貓了 噁心貓即將登場 本來算是長蠻高的 高的那個角色 腳好像很長 應該是跟坦克貓差不多高吧 噢來了 噁心貓 哇真的很高耶 我來看他的幹嘛 強嗎 是因為 噁心貓 長什麼叫噁心貓 長像蜘蛛一樣 噁心貓 噁心貓幹嘛 他不是遠程公群嗎 哇是用手打 我會吐什麼東西耶 噢 河馬 哇靠 這河馬太強了吧 對阿 先存錢好了 應該會打過來 這樣有河馬欸 這河馬太強了 河馬太強了 河馬很強了 河馬太強了 可以啊 我要把他困住 靠過來一點 湊河馬 湊河馬 不要認輸啊 你們 噁心貓 一起來慢慢打 噁心貓 動作很慢啊 噁心貓感覺很笨 噁心貓 這河馬太強了吧 什麼角色啦 噁心貓 他打一下我們就死了耶 太卑鄙了吧 他這款 這是故意讓我輸的吧 我就是故意讓我輸了 你看這河馬更打不死 這河馬怎麼打 輸了 屁啦 課金 這款 集中課金 鎖啦 他是有花錢再重打一次的 對 太賠屁了啦 我真的覺得這河馬打不贏 這就是讓你課金 哇 從第一關開始有課金看一下 太誇張了 可是河馬我已經打不死 飛王會打 好 了解 大概來講呢 這款遊戲他就是一個 左 右邊打左邊的塔房遊戲啦 然後一些奇怪的貓咪 跟一些 作戰 然後呢 現在已經打到這關日本 這隻很強的河馬 好 這款遊戲呢 大概就是要到這裡了 剩下的 細節就讓大家 喜歡這款遊戲 記得大家去體驗一下啦 然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 記得 左下角按個 喜歡 右邊按個 訂閱 好 謝謝你收看 我不客人的頻道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囉 掰掰